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说起曾国藩,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有人将他视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功臣 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 他纵容乡军,肆意屠杀百姓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打击 同时曾国藩因为这一场屠杀而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受尽人们非议和唾弃 以至于他的过错掩盖了他一生的成就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场屠杀行动呢 曾国藩在其中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呢 1858年,乡军攻占了九江 并在江西屠杀了将近三万太平军将士和他们的家属 1862年,乡军收复安徽 进入城中以后,乡军展开血腥的大屠杀行动 使得安徽城内外横石遍野 两个月后,太平军将士和百姓的尸体仍然无法安葬 1864年,乡军打败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城 进入南京城后,乡军更是延续其一贯的作风 进行了屠杀行动 而且这一次下手更狠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 乡军进城后,贱人就杀,贱财就抢 还欺负柔弱女子 面对乡军如此暴虐行为 邓国藩不但没有加以制止 反而纵容其行为 一时之间,南京城内血流成河 将士和百姓的尸体鱼塞河道 屠完成之后,乡军开始放火烧城 到黄昏时,南京城已经成为了一片火海 火光直冲天空 这场大火持续三天之久,无数百姓死于其中 经历了这场人为的灾难之后 南京城中没有一棵树木 四处都是残损的房屋,破烂不堪 就此南京成为了一座了无人烟的空城 城内自伟公逆府,以及民房习附遗住 万事焚毁,百无荡尽,而共愿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待无欲于今日 这场屠杀行为也成为了南京有史以来经历的最大创伤 有统计,这一年里全国总人口数减少了一亿多人 除了死于瘟疫和饥荒的三千多万人以外 剩余的五千多万人均死于乡军的屠杀行动 对此我们不仅想到了另一场屠杀行动 南京大屠杀 对比之下,日军的屠杀行为似乎只是学习乡军罢了 后来有人问曾国藩为何要这样做 但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样说是危言耸听 但并不是 在曾国藩奏折中有这样的技术 生禽老贼221名 每生禽一贼,折抛肠,剥皮挂树 折食,见者无不邻里 杀之以记豪头堡阵亡将士 朱勇油痛汉切齿,侦探其肉 清政府对太平天国战俘都不是正常处死 基本都是虐杀 然而即使他这样做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暴力且血腥的屠杀行为 相信死去的5000多万同胞也不会接受 试问这样一位官员算好官吗 而这场屠杀行动的实质 就是为了延续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统治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